用力吧 哇 拔萝卜 云林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 有丰富多元的杂粮跟农特产品 花生产量更是台湾第一 虎伟镇农会教导农民安全使用农药 推广器座产销履历的黄金落花生 2018年12月10号上午 在斗六市的三好国际酒店 举办一场花生料理风味餐的发表会 虎伟镇农会总干事黄玉慧表示 虎伟落花生的栽培面积 从100公顷增加到120公顷 而且在农粮署大力辅导下 推动食安教育 让落花生产品成为消费者最优质的选择 政府在推动大粮仓计划 也就是希望能够将这些水稻的面积 能够转到这些杂粮来 去推动这些更具特色的产业 那我想虎伟镇农会他非常用心 我们也期待就是说三好酒店呢 能够再配合我们的产销履历 寿原餐厅计划来推动这些产销履历 搭配这些产销履历的发生 来推动这些风味餐 那我想更对消费者来讲 更具保障 处理的是推广国产灾両这个区块 所以我买银金 明年应该会把面积再拓展 今年已经有达到120公顷 因为花生的蛋白质很高 它还有香气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道菜 都是洛师傅精心去制作的 大家等一下品尝 你就会吃到土豆 不是像香味而已 口感也是很酥脆 也有很甜味的 虎伟镇农会表示 这一次结合了三好国际酒店 以地产地销的概念 采用在地食材入菜 推出包括乌鱼香酥土豆鱼 长生果葫芦鸭 土豆珍珠米糕 养生花生猪脚汤 跟怀旧花生米香盘 等十道花生风味餐 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新鲜味美又营养丰富 我们结合了当地 现在最有名的 现在最丢席的是乌鱼 乌鱼跟花生一样可以结合 那我们从产地 直接进很多当地的食材 跟当地的一些农产品 口味不错啊 各种花生料理 甜点都不错 我们好不容易融合这些土豆 包括我们粉丝们的蚝蚝 让我们合在煮 做得很好吃 除了推出在地的 花生料理风味餐之外 虎伟镇农会也辅导加工业者 开发出一系列花生产品 包括百分百花生酱 花生鱼斧 花生油等 其中虎霸王花生 还荣获今年榆县政府十大伴首领 虎伟镇农会也跟农粮署合作 让中小学甚至高农的学生 能够实际体验农物操作 为台湾农业教育向下扎根 落实农业年轻化 让台湾农业可以永续发展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云林报道